花儿与少年自播出后就一直话题不断 在上期中 花儿们计划十点出发 可临近出发前发现行李没收拾好 杨幂赶紧让大家收拾 好不容易都收拾好了 节目组织说房车收纳不合规则 车外的刘敏涛听到这话忍不住哭了起来 刘敏涛坦言没睡好 感觉胸口闷的晃 喘不上气 经过医生测量血压显示高压140 第八十七 刘敏涛表示自己高压从来没这么高过 为不拖累成员们 刘敏涛甚至想到退出 好在杨幂察觉到刘敏涛不对劲 一番暖心安慰下 刘敏涛才平复许多 在第二期中 刘敏涛这边矛盾在起 原因是在煮饭时 刘敏涛洗了两个锅 打算用来打火锅 可张凯莉却坚持用放在营地上的锅 则是外面下着大雨 刘敏涛并不想去 就问张凯莉非要那个锅吗 张凯莉回答对的 这让刘敏涛非常不爽 脱口一句 两个锅你就不行 就必须拿个锅 是吧 嫌弃张凯莉好多事 这时有谁注意到一旁杨幂的反应 杨幂站在两个长辈中间 发现气氛不对劲 就像小孩子一样不敢说话 猛吃手里的零食 简直太真实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大家有什么不同看法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咱们